最漫長的一夜 最溫暖的陪伴 每日與主同行 扎穩一生信仰的根基 伴你成長 我是阿清 歷代至上十九章一至五節 過了一段時間 阿門人的王拿核死了 他的兒子哈聯繼位作王 大衛說我要對哈聯表示忠誠 因為他的父親拿核 總是以忠誠代我 於是大衛派使者 為哈聯父親的去世為問哈聯 大衛的時節到了阿門地 阿門的指揮官就對哈聯說 你真以為這些人來 是要表達對你父親的敬意嗎? 不 大衛派他們來規探 是要讓他們能進來攻佔這地 於是哈聯抓住大衛的使節 剃掉他們的鬍鬚 把他們外婆的下半部剪掉 露出臀部 讓他們羞恥地回到大衛那裡 大衛聽說了這些人所遭遇的事 就派人告訴他們 你們留在耶利哥吧 等你們的鬍鬚獎出來以後再回來 因為他們對自己的外貌深感羞恥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主題是 兩種情操一 古語有雲 兩國相爭 不斬來是 阿門王哈聯雖然沒有斬殺大衛的使者 卻是將使者的鬍鬚剃了 又將他們的衣服的下半截割了 故意使他們露出下體 這個不僅僅是一種羞辱 更加是一種挑釁的行動 因為使者代表大衛 羞辱大衛的使者就等於羞辱大衛 雖然哈聯剛剛繼位做王 但是從他狂妄的表現 就知道他是多麼愚昧無知 由這樣的人做領袖 國家又怎會富強太平呢? 哈聯剛癖自用 恥著獨有的優勢 而漠視現實狀況 最後闖下離天大禍 猜疑和傲慢 能夠破壞人與人之間的互信關係 被自己和身邊的人帶來無盡的災難 哈聯的多疑、悲觀 有沒有給我們一些提醒呢? 多謝你收聽由和諧頻道製作的 每日與主同行 材料節六字漢語聖經協會出版的 天天親近主 歡迎你在我們Facebook 留下你的足跡 明天見 拜拜